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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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法身的灵命 灵粮就要靠南无阿弥陀佛 靠佛法背 所以我们经常念佛 思维佛法 这也是一种吸收 然后慢慢转换 这个地方越吃越少 色身越吃越少 法身越吃越多 越吃越少 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越吃越少 为什么这样讲 你老了 你这个生命要转换了 所以生命的必然需求 越到老 他对这个生命的感悟 比我们年轻人敏感 无常观 比我们强 所以老人 他念佛 这是他生命的一个必然趋势 年轻人叫你念佛 早着呢 我还有什么什么事 老的人叫你不念佛 哎呀 那我怎么办 所以他心里啊 你看为什么到养老院 你叫别人念佛 一下就那么多人相信了 他是读了很多书吗 他不是读书的书啊 你这样念他就念 说什么好事 他马上就念 他是生命的需要 生命需要比你靠眼睛读书需要 那强得多 说哎 师父你教我们怎么样的无常观 这我就麻烦了 你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对佛法有这个好要心 你肚子撑得很薄 我教你怎么样有食欲 我就没办法叫你食欲了 你要饿 你有饥饿感 你才有食欲 生命的本能的需求 对无限生命的向往 老年人啊 生命啊 这辈子眼睛马上眼光落地了 他还想到说 我这个生命怎么 有没有真实的生命 有没有下来辈子 我能不能得到这个无量寿 我能不能到安乐好的地方 他也会思维这些问题啊 所以这生命的需要 那么生理的需要呢 刚才我们说过了 他吃饭越吃越少 那在这个时间的视频越吃越少了 那就需要的心理上面呢 需要佛法的救度 南無阿女阿民 Él股毛 南無阿民都阿富 南無阿民都阿富 南无阿民都阿富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